9月1日,有网友爆料自己在日本旅游时,偶遇了曾经红吉一时的宅男女神徐静磊。 该网友透露,自己偶遇徐静磊的地方是日本的避暑圣的清景泽,所居住的酒店价格不非,最优惠的房间都要高达2000多块钱一晚。 徐静磊厌倦了娱乐圈的名利浮华,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,这些年一直都在美国定居。 徐静磊住着豪华的别墅,吃着精致的西餐,每天的生活就是画画,打高尔夫球,游游泳之类。 没有曾经在娱乐圈发展时那么苛刻的身材管理,这次被网友偶遇,徐静磊肉眼可见得胖了很多,完全没有了曾经大荧幕上清冷的女神模样。 网友怀疑徐静磊是不是怀孕了,要不然肚子上的坠肉怎么会这么明显。